高以翔猝死无宣以下哭 对比芒果台安全措施 二台书太惨 无论是节目组还是二台内部 都没有对高以翔以及他的家人粉丝 给出事件完整的经过 以及他们的失误和疏忽 其实二台依旧不是第一次出现事故 在抢救视频曝光的时候 很多人都发现现场都没人察觉高以翔不行了 还是黄景瑜说救人 不露了 对比节目中每个人的表情 不只是女孩子吴轩怡被吓哭 就连身体素质还不错的黄景瑜都表情严肃 对比芒果台的救援速度 就会发现蓝台之所以被称为二台 不只是收视率跟不适 就连安全措施都隔得好远 这都是芒果台的慢综艺 对比二台这样激烈的综艺节目 还是晚上录制 救援动作非常慢 而是还是嘉宾首先发现的 所以网友都在吐槽 无论是收视率还是节目组的态度 就能发现很多的问题 对比之下二台确实输得太惨 安全措施做得非常不缜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